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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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這次主人的小狗問題 不是在他們家裡發生 是在他媽媽家裡發生 我們去看看吧 好 這隻貴婦 為什麼小狗小小聲大大 吠得這麼厲害? 這麼小, 她就叫她開門 聽電話又叫她去… 她聽電話 然後叫她聽電話 原來小狗兵工人姐姐開門 她難道是少爺仔的化身? 這隻這麼有少爺脾氣的貴婦小狗 叫皮皮 主人Suki由她兩個月大 臭到現在五歲了 Suki和皮皮一人一狗 住在西貢 Suki上班之後 皮皮一隻狗在家裡 根本不會廢人 到Suki下班 皮皮疼愛主人都來不及 又怎會廢人呢? 一到假期 Suki就帶皮皮回媽媽家裡 媽媽和工人姐姐住在大埔 皮皮一到婆婆那裡 宵夜脾氣就出來了 皮皮來到婆婆家裡 她有沒有什麼不同了? 最初那段時間 她也是打擾我的 後來我打擾她 大聲打擾她 現在不敢打擾我 轉一下姐姐 工人姐姐, 是嗎? 你吃完飯 吃完飯就開始廢 很緊張 然後出去扔垃圾 就咬著腹腳 就是咬著腹腳 不讓你抓 她跟你在家的時候 她不會咬你的腹腳 不會的 不會去廢你 完全不會 不會的 每次Suki和媽媽吃完飯 工人姐姐撿桌 包垃圾的時候 皮皮就… 當真自己是少爺 不斷廢工人姐姐做事 不只出聲廢 還出口 去咬工人姐姐的腹腳 好像跟姐姐說 你還未得我同意 幹嘛出門 皮皮為何在婆婆家裡 就有這種壞脾氣呢? 她變成了管家 她覺得我的地位比你高 你叫她 我幫你叫她 你說叫 就是可能… 工人姐姐 工人姐姐沒有膽子 我真的很害怕 不能控制她 也不知怎樣做 亦是令她自信心慢慢提拔 工人又不會罵你的狗 對 對不對 變相她也不會去罵她 她的行為 她也不知怎樣做到 因為她不清楚怎樣做 所以她就放肆她欺負她 那為何會在家裡 可能沒事 可能你只是疼她 什麼都去 沒有第三者 不會有問題出現 事實上是不好的行為 那些力度越來越大 不懂她的改變 就有機會不小心 可以令人 她不放任何人做眼淚 超級純犬師Eric 首先要搬狗鬥 把皮皮的床仔搬近大門 再用狗零食 引皮皮 乖乖地留在床仔上面 就是要讓她知道 有其他東西動動 不代表什麼 我們一動動 我就有機會有東西 其他動動 嘘 嘘 她知道大概發生什麼事 我們做訓練的 離不開都是遊戲 嘘 嘘 她要全部放進去 推回到床仔 這個位置 定了 就有了 Eric特地在皮皮面前開門 廢就沒東西吃 乖 留在床仔 才有得吃 然後Eric開閘 走出走廊 皮皮沒有跟著出門 這麼乖 這麼有禮貌 Eric為何要皮皮留在這裡 其實要她不要動 這個穩定性會強很多 她不會想著逃走 或者撲出去前面 她就會想 我停在這裡 有什麼控制 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我不能衝 一動 我們會控制到這個位置 Eric教完皮皮 輪到教工人姐姐了 如果工人姐姐 你也能教得到 一定有很多固豬找你幫忙 開門 這個你請她吃 請皮皮 請皮皮 叫她上去 坐下 不要那麼快 讓你知道的東西吃 你只要叫她上去 好 之後你就開門關門 按鐘 好 開門吧 自然一點 拿著 請你吃 走過去 她沒有動 來 對 順一點 關門 是 好 關門 叫她上去 上去 走進去 是你的 先拿著 你拿東西去扔 不要急著 不要讓她看到食物 走過來 請她吃 開門 叫她回去 叫她回去 不要動 坐下 對 還有你不要笑 你是不是眼睛 工人姐姐做的都差一點 Eric就要她不斷重複 包垃圾 開門 開閘 關閘 關門 回家 無論做甚麼都要皮皮乖乖坐在床 工人姐姐足足練了整個小時 關門 好 等一下 走開一旁 1 2 3 4 5 7 8 9 10 進來 開門 請她吃東西 好 關門 走過去 讚她 完成 完成 可以了 摸她 完成 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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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摸她 摸她 現在就是 有她了,不要搞她了 成功了 工人姐姐在皮皮面前 終於拿回尊嚴了 就算聽到別人安門租 都會乖乖地留在床仔,不費 香港很流行禁蹤 大家一聽到 就代表有人進來 他不喜歡去說那些新聞走 我們作為主人 我們知道原來太吵 會覺得吵到旁邊左右不傷 我們便要走前一步 去怎樣改她的行為 現在我們要告訴那隻狗 不是你透過肺 透過兇 透過兇 或者透過咬 就可以得逞 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要教她 要讓她知道 皮皮又搞定 工人姐姐也搞定 不過還未走得住 還有他們的媽 主人Suki和媽媽 大家看看 在拍攝期間 這隻皮皮坐在主人大腿 一看到那些工作人員動來動去 就發惡 不是 收拾 收拾 好 她知道完了 一件事她就知道 她就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Suki媽媽 有甚麼做錯 是 不要 不用 不用 大力 不要 沒有 不是 喵 摸摸盖不在頭 喵 要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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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叫你們別吵,變成不要殘忍 他已經在你身上 戰鬥力已經加了一倍 你成為一倍,再吵成為兩倍 你們不吵鬧時 戰鬥力立刻由三倍變成一倍 之後變回他要跟我單打 單打獨鬥,你覺得不夠你了 我的行為…我不是再進攻 我的行為是由友善變成不喜歡 我的動作是不喜歡的 加上有時這些觸觸要看一隻狗 我下去的時候,我好像寒著 我不滿意,你很冷靜 他就變成慢慢的眼神轉變 放鬆自己 原來趴下了,他投降,不理 我慢慢縮開再摸他 我就襲擊他,我就壓得住他 主人你要做的就是 你要告訴他不行 其實你要做類似的行為出來 他才會知道降溫 阿Sir,阿媽,想讀讀說不用罵 用對的手勢,淡定的眼睛 對的手勢,就可以阻止他們 好嗎? 我們是命令,好像命令姐姐做事 他又學了我們 寵物就像小朋友一樣 你要教他 他始終是一個寵物,不是人類 不是讓他控制我們人的生活 其實狗狗的喜怒哀樂是可以透過 他們的面部表情告訴我們 你留意一下,他笑的時候是這樣的 他生氣的時候是這樣的 表面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分別 但你細心留意一下 他們的眼神是凌厲了 對不起,我只留意到他們的眼睛 要料理一下吧,乖,跟姐姐走吧 再見 大家好,我是妹頭 今集要教大家做的料理 叫做Won-Won Ice Cream 沒錯,我說了一次 是叫做Won-Won Ice Cream 為什麼狗狗的眼睛會嚇到你尖叫呢? 很想知道 首先看看這次需要的材料和工具 清潔眼水一支,排梳一把 棉花球幾個,剪毛用剪刀一把 還有一對很久沒有清潔的狗狗眼睛 對,如果你家裡的狗狗的眼睛 髒成這樣,是不是嚇到尖叫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今天我們請來寵物美容師Charlie 跟我們說說 究竟為什麼狗狗的眼睛會髒成這樣 你好 因為很多狗狗的雷線 是分泌得比較厲害的 例如一些情緒比較波動 比較激動的狗狗 他們的雷線是分泌得特別多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每天 去幫牠清潔眼睛 就會好像現在這樣,啡色了 那久的話,牠眼部這些雷線的位置 積得久就會紅 很容易發炎,會生皮膚病,會臭 情緒波動是否真的會經常喝泣哭 真的會哭嗎? 會的,有些狗狗 因為牠比較看不到主人的時候 就會哭得特別厲害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呢? 我們第一樣要檢查的 就是檢查一檢查狗的眼睛會不會有紅 會不會有疑蜜 又或者可能有毛 又或者檢查的時候會看到牠紅 即是眼睛發炎 那時候你就要看醫生 嗯 對,牠還可以的 牠沒有紅沒有性 那就可以幫牠滴在眼睛裡 對,滴眼的水是很高難度的 對 是超級高難度的 因為狗仔看到這類型的物體 牠們已經先害怕了 嗯 對,牠的眼睛會斬 有時如果裡面有毛的話 就要直接滴下去 把那些髒東西衝出來 好像人一樣 是 你看牠這隻狗仔 牠的茶寶比較乖,比較定一點 牠就可以直接滴在眼上 但是有些狗仔是不可以的 是… 那要拿棉花 是 我要學我這招 那要拿棉花,滴下去 弄濕了之後 就另一邊的眼睛 是,示範 那就幫牠盡量把東西抹乾淨 那那些眼藥水就不能進入眼睛 因為你首先會幫牠擦眼側的位置 然後再擦 因為你幫牠擦的時候 牠自己也會分給眼水幫牠清潔 牠的深色毛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牠沒那麼閉眼呢 其實我們應該要幫牠修一修眼 通常修一修的時候 應該要把牠的毛弄乾一點 才會幫牠剪 如果家裡自己一個不行 就可能找多個家人幫忙扶著小狗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就需要一把牌梳 梳好了之後 把牠的眼線 即雷線的位置特別厲害的那些 就撥起牠 是 撩起牠去找牌梳 是 兩邊都是 然後就可以拿把剪刀 留意一下 要看回方向 可能你看到牠剪這一邊的時候 然後就要斜一斜地 即是剪刀牠會比較鹹 對,不要這樣向上 很容易刷到另一邊的眼睛 剪好了,美女了 先看看鏡頭 今天謝謝Charlie 剪刀牠 是 很快 因為你會剪刀牠,妳會睡覺 是 我們會在喜好 你會不會 我的牠 我會 牠是